能说这个事全部错 全部再说出 你在家里也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他是你丈夫 下边是你们俩 又花精力又花钱养育的闺女 但是到现在你看看 闺女跟爹一说话 腰三喝六的 直手画脚的 在条卷耐心劝述之下 一家三口各自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 而此时二女儿张兴把条卷叫到了一边 他说类似这样的争吵在家里经常发生 父母之间的矛盾已经累积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甚至现在还牵连到了他和姐姐 如果不彻底打开父母的心结 今后一家人还是不能正常生活 张庭说 近两年来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需要经常住院治疗 母亲一个人的公司根本就不够用 父亲不仅不关心母亲的病情 甚至连医药费都不愿意给 你问一问这些生活什么东西 他讨一份闲的吧 他这工作都不知道 现在我养着他 水电暖费都是我交 有什么好几位啊 他那个去南费三种不住地高 是不如一千七啊 他就母主动地说 我把这个去南费交好吗 你交吧 我交吧都是一样 他就母主动地说这么一句话 很良心的 原来我这个生活费是三千 我一块三千块钱花母 我这个养说一块 两千块钱要花母 末后 给他一千 一千块钱两个人生活北方家都可以的 你一看看他人说带那个姐姐 谁的钱买的 听到父亲这样的说法 坐在一旁的二女儿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那是我给买的 你有钱不钱 那本意没的 你有钱不钱 我带了一万多给我妈买的 买的 活着带着买的 你有钱是什么时候带我的 一万三千块钱 刚才有刚才花一人有彩礼钱 我给我妈买的 我因为这年钱我妈太多了 我过得不好 我没给家里做过啥买过啥 我给我妈买到耳朵上带的 然后买了个玉镯子 给我妈买了一个脖子上带的 我英皇的一万多 都成她的钱了现在 我是废高 遗传你 哎呀 我说你这鬼女 在这儿你不论是跟你爸 指着手吵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跟她说也好 你都没有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上 公正的来够理他们的关系 父母关系 咱们只有调和的作用 我们调和过 而不是说在上 我们调和过 在调学耐心劝说下 张星逐渐平复了情绪 她说咱们花我的工资 存你这个钱 她是一开始你们说的 我行 我写她的名就存起来了 那现在你们的存款 是写谁的名 写她的名 存折你拿着她拿着 她拿着的 那现在你们的钱 往一块还这样放吗 不 今年一年 他们给我一份 你的自己工资多少 我两千多个钱 她退工资多少 你两千多不够你自己花 我吃油啊 我有糖尿病 常年吃油 我一个月光吃油就 就不说花钱 我可不不留啊 那平常就是家里面的 是什么开销啊 生活啊 不都是叔叔要出钱 这二年厉害 他退休 一年不如一年 一年不如一年 那个钱把他成金 一个月给我一千块 叫生活费 杨秀婷说 每个月生活费 从最初的三千 降到了一千 本来他就很恼火 没想到 从半年前的那次打架开始 丈夫竟然一分钱都不给他了